那这是一个双人房变成单人房 病房变得空旷 只摆一张单人床 让轻症中症确诊者住院治疗 但每天本土维持三位数 量能紧绷 北市改采两人一室 检疫的一些单位 那一下子可以变成双倍这样子 那我们的人力也可以减少一点点 因为本来是一个人要照顾一间的 那现在变成一个人照顾两间 那他相对的话 就可以减缓一点点小巧的压力 医院评估两人住一间 普通病床至少多出一倍量能 尤其清洁人力也能减轻负担 依照目前全台各医院开设统计数 专责病房总共三千四百零七床 其中两千两百零二床可以使用 但双北地区只占四百一十九床 要增加收治空间 两人一室便不得不的选择 但北区指挥官强调 前提必须是清诊患者 床位要走到公共的这个 卫衣空间的时候 他一定要能够做好彻底的消毒 自我的防范 口罩全程要戴得很好 那不能有太多的射雕距离 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有效的在那个空间里面 达到最好的效果 专责病房七到八分满 才考虑两人一室 但已经有院所开箱力 让亲子和老年夫妻共用 毕竟双北地区 手指空间确实吃紧 在第一线 昨天我就很清楚 就是被卡在路上 上市联谊仁爱院区 重症家户病房几乎全满 只剩十二床 北区使用率也将近百分之百 当务之急只能靠中区支援 因为已经有重症病患 来不及收治 被安排在一般病房 床数紧绷 医院难收治 下下侧只能压缩 病房空间 TVB新闻 中文黄敬寅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